其实这个部分一定要跟大家讲 在台上我们觉得刘露音是一个很有自信 很聪慧 甚至有点霸气的女艺人 可是私底下 她是有一点点没有安全感 因为她曾经也没有想过说 竟然婚后 然后还生了孩子 我刚刚说演战会之前 我说什么不能说 生孩子不说 那你刚刚说什么 我也说什么 我说什么 我说 然后跳过 重点是她竟然还可以再站在舞台上 并且又创下自己的巡回记录 其实你是没有想到会走到这一颗 对不对 五十三场 对 没想到 完全没有 对啊 所以你看这个老来翘 确实 确实是名副其实 恭喜你 你也是啊 谢谢 老来翘 谢谢 你是不是要结婚啊 快了明天 这样你高兴吗 不是 因为我没有看很多新闻 但是我怎么反复记得 就是你先得了一个什么奖 然后你就会结婚 哦对 那时候金钟 金钟 但你拿了嘛 我拿了 那结果呢 结果她不嫁 你一定要 不能私底下聊这个吗 一定要在台上问 好 重点重点重点 我们要回到台北 我们一定要让台湾的粉丝搞清楚 我刚刚讲过 上一次巡回 可以正式巡回 差了五年 那么这次办完 难道又要等五年吗 会吗 因为你接下来不是有拍电影 导演 编剧梦 那是你下一个阶段 以及现在很忙碌的事情 对不对 对 所以大家珍惜这次811812的演出 尤其这是两人同台 我们来介绍一下 最强新人 这里 这里 你要去哪里 就在这里 刘若南 请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位分身 这次你们两人合体 对 虽然是我敢巡回 但是回到小巨蛋 是全新的节目 是这样的概念 对不对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自己把自己逼死的概念 你不是在脸书说真的是要命一条吗 对 命都快没了 不是因为一开始 唱歌公司说主要就是收官制作一定要回到台北 是 其实我是有点抗拒的 为什么 票不好卖 还不会啦 要信心 然后虽然上一次是很快就 就 就 对 收到 对 那可是我觉得唱了五十几场 其实我们在北京跟上海都有做繁场 所以衣服也换过几次了 是 然后内容也换过几次了 你说还有什么好换 唱来唱去也就是那几首歌 是 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心意 不是在做 然后 然后我也谨记了一件事就是 现在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在倒数了 所以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是个事情 不能说就这样 不要为做而做 对 它必须真的成事才去做 对 它真的要有一个你真的有新的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和表达 否则就是干嘛那么累 明白 体力精力有限的情况之下 每做一件事情都会少一件事情 是的 所以要做到真心想做再来做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了这个梗 当然这个梗我们必须要回到简单生活节 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前面也看了个前导广告VCR 那个当时你就刘若南出道了 但这次是搞大了 因为刘若南那是个新人就上小巨蛋 这个是有意思哦 对 其实当时是简单生活节找我去唱 可是因为刚好下一个礼拜我在上海的返场 那我就觉得一样的道理 有差别 对 你上去又是后来很爱很爱你什么意义 然后其实我一直想 我一直很喜欢唱男生的歌 因为我觉得女生的歌 它有一个陪伴的感觉 可是当我在唱 在听男生的歌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替男生在安慰我自己 另外一个就是 我常常在听男生唱歌的时候 我很心疼男生 我觉得男生其实比女生要有很多 他不能很容易就哭 或者是你就觉得这个男的很面 要承担很多事情 对 所以我就想到说 那我就唱男生的歌 那要整个装扮 我说干脆 我不是女扮男装 我是真的整个都是做 我当时也没有画眼线 也没有用假睫毛 然后你看我还有病角 对 就是我整个就是一个男生 对 所以就没想到我发现 看的人说喜欢刘若男 胜过刘若英 对 变成新的偶像 对 然后在下面就灰奇 开心了 对 对 然后我就觉得我有一种那种韩团 你知道吗 哦 韩国男团的feel这样子 对 自己也有点那个开心 没错 那我本来以为那会是唯一的 后来这次要做演唱会的时候 我就在想 那如果他在小巨蛋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想法 就是让他合体 那所以演唱会有一半是刘若男 有一半是刘若英 太好玩了 好玩